十宗個案裏面有兩宗個案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八宗是和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那兩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一宗是在香港小同群益會、蔡馬會、慈雲山、青少年中學服務中心裏做福利的工作 他在2月7日有些喉嚨痛,他最後上班是2月9日 中間也有些同事、義工或者參加者 我們需要將他們送入去檢驗中心 那個中心也叫他停止運作一段時間 和停止運作14天和做大清洗 他們在福利的工作在小同群益會那裏 一般都是一些小組討論 就是一些工作的 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事宜 有些是有義工 有些是有參加者 也有一些是小組的活動 分別都有幾天的 我們都有一個初步確診的人士 就是和他一起在2月3日 都是一個小組活動 都是一個做福利工作的人士 另外一位人士就是做一些保安的工作 他也是2月6日開始有些頭痛 他在2月6日至8日之間 就曾經在鵝頸橋街市那裏 就是做一些保安的工作 他通常都是一個人巡查 就是巡過街市 其他時候都是留在家庭 另外他在10日都在西九高鐵站 都和幾位人士一起做保安的工作 都是巡過那個地方 雖然今天公佈的確診數字是相對少 但這個可能是用歷年申請透 市民未必是想去看醫生 和很多診所都是休息有關的 東方東網 綻放光芒 東方報業集團 同仁鞠躬 東方東方 中文字幕——YK